大家好我是风哥 今天继续来讲西兰跟博恩的瓜 还没看前两集的记得先去看 之前西兰喷完之后 其实撒太阳那边是有偷偷表态的 那这边先稍微整理一下前面发生的事 首先东区东区这个媒体在上个月 搞了一个叫亚洲区块链高峰会的活动 他们是请了很多区块链 AI以及web free产业的专业人士 还有政府官员来进行分享交流 探讨AI跟区块链的最新发展 这年法师也有用影片帮他们加油 他们也有找其他网红帮忙宣传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邀请到金融单星学博士的 印度神童到场 没想到印度有这种学科 非常的有创意 我建议可以搞一个塔罗伯彩学 或者宠物沟通赛马学 应该也有搞头 那活动也有跟撒太尔合作 他们请了贺龙去讲脱口秀 撒太尔的粉丝可以用他们的折扣码买活动门票 至于主办方是给一笔固定的出厂费 还是看折扣码使用次数来分成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那当然印度神童也有他自己的折扣码 然后另一边也有访问印度神童的明氏 也有明氏的折扣码 明氏那边的访问最早是在8月2号发的 隔天的8月3号 博恩也有在他的粉丝发文宣传活动 他贴了跟印度神童的合照 以及有神童折扣码的活动宣传照 而在活动过了大概一个月后 博恩就发了部访问神童的影片 实际的拍摄时间是在活动之前 是在8月3日或者更早 然后影片一开始博恩表示不知道来宾会是谁 神童出现他才知道 之后他还问神童怎么会来 神童就说参加区块链高峰会 就跟明氏那边的开局差不多 然后博恩就跟他聊区块链 也提到区块链可以应用在医疗记录或者文凭上 所以不是只能炒币的 后面聊占星术的时候 博恩就是问了些自己对占星术这方面的疑问 其中他有问到国家有没有因果轮回 神童说是有的 之后博恩有问他中国什么时候入侵台湾 他说2025或者是2029到2032年 而明氏那边有问他能不能预测国家的未来 神童也是说可以的 不过不是100%准 他说有80到90% 然后主持人叫他讲一下台湾的未来 他就说2025年3月之后会在南海爆发冲突 主持人在问他中国会不会武力清台 神童就说可能在2028年到2031年间发生 然后聊了几句 后面他再重复的时候 又变成2028年到2032年 所以到底是2029到2032 还是2028到2031 还是2028到2032 现在搞得我好乱 到时候我来不及跑怎么办 那不对我根本不在台湾 不管怎样 博恩的访谈算是相当问和的 大概就是丢个问题给神童 神童回答了之后 不管博恩相不相信这回复 他也没有进一步去质问 而这个做法就让西兰十分不满 西兰恩维江就是单纯在帮神棍宣传 而且他觉得一开始突然聊区块链很像剧本 所以他怀疑萨泰尔收了钱 还算神童这种人竟然能被花大钱请过来参加活动 就是台湾太多人迷信 再加上媒体的失职 后来他看到博恩之前有宣传活动 觉得这反弹背后的确有业配后互惠关系 而主办方则是澄清说 神童并没有被花大钱请来台湾 神童没有收任何演讲费用 萨特尔也没有对神童收取费用来拍节目 他们的合作是没有进行完来的 另一方面 酷炫也有发文评论 而萨特尔娱乐的执行长 对酷炫这个发文表示非常认同 所以基本上这篇可以当成他们的回应了 酷炫认为西兰会这么不爽博恩这个访谈 大概就像是有网红界博弈业配那样 只要有曝光就对社会有害 说了这么多预言违言耸听还不用负责任 造成的社会动荡跟台湾媒体没两压 这样的毒瘤根本不该出现 他完全明白西兰的立场 但他觉得有识变能力的人 看完博恩的访问 都会觉得印度神童是神棍 他说有种反问方法叫做顺者毛膜 什么事都不用做 简单的附和就可以让对方露出马脚 一个人上头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 包含博恩提出的质疑 该如何从星象看出跟战争与疾病的关联 这样身为同行的酷炫 感受得到博恩发自内心的想透霄 并且憋得很辛苦 毕竟眼前的人讲话太无脑 后果包容多元文化 让无知的人看起来更无知 看完这支影片 他获得满满的情绪价值 然后沙泰海执行长看到这篇 就觉得他讲得正半 另外酷炫还补充 因为很多网友在讨论 博恩视线知不知道来宾是谁 他觉得根本不是重点 台湾网红八成拍片都会say超大 如果下次可以把它say的更假一点 会更好笑 再来收钱这点 他觉得真的有收钱的话反而更猛 因为他看完不觉得对印度神童 还有加密货币高峰会有正向曝光 拿钱的同时洗别人脸 他太喜欢了有够反骨 最后他希望博恩不要再秀硬听能力了 他看了很不爽 因为他根本听不懂阿兰德在讲什么 那这个话题应该就结束了 另外我看Joeman最近搞了个节目 叫灵人的挑战 就类似国外的通灵之战 请了各种玄学人士上去比赛 我觉得真的很棒 看他们讲了一大堆 然后被打脸是真的蛮爽的 Joeman是不是也这样想 我看他嘴角好像压不太住 不过我蛮佩服他们有勇气赶上节目的 可能是想赌一把 一个靠赛赢了就赚烂了吧 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 游戏平常好像很猛的 这次为什么没有参加呢 是怕被看破手脚不敢参加吗 还是怕自己太强 赢了被造假内定呢